即使在三月份中共召开了两会 风声鹤唳 但是在中国很多地方仍然非常混乱 那些所谓的张献中们也没闲着 不断制造留学事件 很明显体现出北京中央政府的草木皆兵 和全中国各地方的混乱不堪 那么我们看看刚过了一半的三月份 发生了多少起恶性事件 就在三月十九号 刚刚浙江台中发生了一起校园汽车冲胀事件 那么目前已经造成十九人受伤 三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肇事者就是这个学校的学生 他开的是他父母的车 现在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他驾车在学校里面冲撞 导致二十多人死伤 这起事件到底为什么发生 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在一个职业学校的校园里 他得开多快能够置人于死地 除非他是有意为之 而就在同一天 也是三月十九号的晚上八点左右 在北京东城区 也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碰撞事件 有一个黑色汽车冲入飞机中车道 撞向很多行人 这个教室者 他的身上酒味很大 撞完之后 他还站出来跟现场的群众对骂 那这个画面呢 应该看起来是他喝多了 有可能不是故意而为的 不像刚才说的这起 那么就在这个月的月初 也是发生了一起汽车撞人事件 是在山东德州 有一个男子46岁 驾驶黑色轿车 经过一个实验小学校园门口的时候 撞向十几名孩童 据当地知情人士表示 当场判断大概有37人死伤 由于被撞死的小孩太多了 现场惨不忍睹 而且确实也有影片跟图片 我就不放上来了 而这个行凶者 他还是个残疾人 1978年出生 据说他是提前喝了农药 然后撞向这些小学生 就是他想跟他们同归于尽 是一种报复社会的行为 其实这种报复社会的行为 如果从心理学来讲的话 他是一种发泄 就是他本人已经绝望了 走不下去了 那么他想一死了之 这个时候呢 他的这个怨气一定要发泄出来 发泄不满 那除了这个结束自己的生命 算是一种发泄的行为之一 但是他感受不到快感 所以说他在决定 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 他同时也要享受快感 那就是把这个别人对他的伤害 或者他自认为 社会对他的伤害 转嫁到别人身上 转嫁到更弱者的身上 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冤有头战有主 出门左转是政府 谁造成了你的这种伤害 你应该去对付谁 对吧 但是对于他们来说 对于这些人已经走向绝望的人来讲 其实无所谓了 他就是要发泄 他要发泄 把这个力度转移出去之后 其实他就解脱了 但是转移到谁的身上 他不管 这是一种不负责任 所以他们往往会选择 比他们更弱势的群体 他们已经是整个社会当中 最弱势的群体了 那么他就要想办法去伤害那些 比他更弱的人 比如说未成年的孩子 所以有人就会拿着刀 跑到什么学校里去砍人 这种行为就是选择 比自己更弱的人去欺负 所以说很多人在社会上 遭到了社会主义铁拳 回家就容易打孩子打老婆 对吧 因为他需要选择 比自己更弱的人 就是像鲁迅先生 曾经说的一句话特别好 他说勇者愤怒 抽认向更强者 怯者愤怒 却抽认向更弱者 勇敢的人 你要愤怒了 你去对付那些 比你更强的人 去挑战比你更强的人 但是你是怯懦的人 那你就会去选择 比你更弱的人下手 所以一般出来这种事情 我们都会骂 这个行凶者是coward 是懦夫 因为他只敢对付 比他更弱的 手无寸铁的弱者 另外就在前两天 还发生了一个事 是在湖南衡阳的 湘南实验中学门口 有多名附近大学生 手持棍棒 冲入到中学当中去打人 据说是当地的几个大学生 在这个中学门口 去进行招生宣传 但是跟中学生 发生了言语冲突 结果他们就持铁棍 冲入到学校 对学生晋升殴打 那么现在7名涉案人员 已经被全部抓获 你发现每一个案件 都是强者对弱者 而这些强者 所谓的强者 实际上都是社会中的弱者 就是弱者对更弱者 已经是大学生了 你打一个中学生 居然还要去找铁棍子去打 你本身你大学生打的中学生 就已经是欺负人了 已经是不光彩了 然后你还回去找铁棍子 有没有点出息 他们一旦在老师面前 在权威面前 在比他们更强的 权力更大 地位更高的人面前 他们立刻就变成窝囊费 这些学生肯定都是窝囊费 在老师面前被训斥的人 天天被训的人 肯定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想到说 找铁棍子去打中学生 这是为什么我之前讲过 中国未来如果真的 治安混乱的话 维稳经费不足 维稳资源不够用的时候 那么一定会出现更加激烈的 互害场景 现在已经是互害社会了 未来只会更加严重 甚至升级到暴力 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讲 暴力是最容易的 最容易去进行发泄 获得快感的 而且中国又没有 非政府的各种社会组织 关怀社会 作为和谐社会的润滑剂 也没有宗教组织 也没有慈善组织 很少这样的民间NGO 大家没有能够形成组织 形成团体 结果就是一盘散沙 整个社会被原子化 那么一旦有任何一个 小的暴力团体出现 那就一定能大杀四方 杀得所有人片甲不留 不光是说手上有枪的问题 就是大家不能够抱团 不能够团结 我互相不认识你 你不知道我站出来反对 这个河枪时代的人的时候 其他人是不是在帮我 这个时候 大家就不愿意出头了 所以就为什么 在电视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几个士兵拿着枪 就可以管这么多人 这么多俘虏 就不敢说什么 甚至把他们压到刑场上 他们也不敢有任何的挣扎 明明你都要死了 为什么还不搏一下呢 大家就是怯怒 为什么怯怒呢 就是因为大家 没有这种团体概念 就是大家 我互相左右 前后都不认识 对吧 我这样冒出头 感觉我吃亏了 还不如我就在 留在这个团体当中 大家一起死 或者有一个侥幸心理 就是没准我还能够活下来 所以说没有人敢反抗 但是如果这些人 全部都反抗了 这几个士兵轻松被拿下 他们的枪轻松被缴获 对吧 也可能会死这么一两个人 但是你人数占绝对的优势 但是这些人却做不到 当然也有人会觉得 你现在反抗没有意义 你反抗了最后还有大部队来 你还是被镇压 但是能够多活几分钟 多活几天吧 对吧 至少死的没那么窝囊吧 但是现实却不是如此 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 讲所谓的个人主义 对吧 那当然只有激发个人的成功的欲望 个人的才能的潜力 这都没问题 但是我们要知道整个社会的稳定 秩序 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的 而不是靠个人 所以人与人之间一定是有连接的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纽带 把大家连接起来 才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社会 而中国现在目前的状况 是极为不稳定的 它是一个蠢蠢欲动的 太多的人都认为 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人负我 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 那没有一个人是有责任感 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别人的安危 别人的利益 那就只会为自己 全部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 只为自己 那这样的一个社会 可想而知 会有多么混乱 甚至多么的血腥暴力 今天还是在共产党 投入这么大的维稳力度 这么多的什么天眼工程 来控制整个社会的 维持这个社会的治安 你想共产党如果慢慢的 它的资源被耗尽 在全球围堵制裁 和它内部的经济政治的动荡当中 那这个社会 它一定是控制不住的 只要它一旦控制不住这个社会 而社会本身 又没有自己的自发秩序 能够维持社会稳定的话 那么当中共党国秩序崩塌 那么就是一个无序的社会 无序的社会会比 就算是最差的有序的社会 都会更乱 都会更差 这个观点正是亨廷顿 在他名著 变化社会当中的政治秩序 所阐述的 未来有机会 我再跟大家讲这个理论 所以大家明白了 我是绝对不看好中共的 认为它一定是慢慢的作茧自负 最终垮台 但同时 我也不是说 因为反共 我就坚定的认为 没有共产党 中共就会迅速自由民主 我也不这么认为 我认为自由民主不是一天建成的 它是一定有基础的 有过渡的 有铺垫的 有很多条件因素所构成的 是经过多少人的多少代的努力 才能实现的 所以说当党国体制突然瓦解 或者是崩溃之后 那么你要想再建立自由民主的一个和谐社会 将会花很大的力气 或者是持续很多很多年 而在这过程当中 中国人过去在党国体制下 党国体制的护佑下 生活的那些岁月静好们 可能就要到达没了 有共产党 他们遭遇过雪流成河 没有了共产党 他们还得再遭遇一次雪流成河 没办法 这就是中国人的宿命 也这也是过去几千年来 不断的循环往复的历史经验 好 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我下期节目会讲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就是为什么我们分析中共会垮台 到底从哪个角度来切入 跟今天的节目可能会有一点相似之处 但是我会提供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历史参照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 到时候别忘了收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